这个温度不上来很麻烦 这个公路就像溜冰场一样 全是冰块 这一次的雪虽然没有上一次大 但是这一次全是冰 全是冻住了 这个屋顶都没有化学的迹象 像上一次下雪 白天的时候这个溜冒上面 因为温度高 这个屋檐会平平地滴水 融化得比较快 但是这一次一点反应都没有 像我们年前储备的草料 都是足够的 现在唯一头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水管冻住了 主要就是这一栋 跟下面那一栋 另外一栋母牛栏 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那个水管走到地下 另外这两栋的话就不一样 那个水管 从上面走的 就全部给冻住了 现在每天喂完石之后 还要喂水 挺麻烦的 只要这个浏览不出问题 其他的事都不叫石 都好解决 这个雪地硬得很 人走过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 后面 因为 lo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